青萝卜,青萝卜,辣椒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健康的菜 我们今天做一道简单的菜 就是黄瓜,酸萝卜,炒五花柚 还有这个带子 华语叫做干贝 我们广东话叫做带子 所以这道菜呢 它的重点是什么呢 这个酸萝卜呢 我是自己腌制的 自己腌制的 下次我做一个视频 教大家怎么腌制这个酸萝卜 腌了三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那我们还有黄瓜 用两条把它切成小洞 蒜片,姜 这个是五发柚 五发柚洗干净 我也是飞水了 如果看过我的视频都知道什么叫飞水 因为用类飞水 它就没有那个腥味 吃上去口感味感都会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处理的过程一定要飞水 然后呢 就等一下把它切成薄薄的小块小块的 好,等一下接 切这个油 切这个五发柚 处理的过程呢 我们要把它 刚才飞水之后呢 切成小片 记得呢 要把它抹干水 把它的水 用这个梳油纸把它 泥干 然后呢 然后呢 才切成小片 因为我们在烹调的过程中呢 非要下锅爆的时候 那个油水呢 那个油呢 就会到处呢 就会碰起来的 而且呢 把那个雪生的味道 你看 把它滤干水 这个纸都会 撕了 这样子 把它的水收干 收干之后 就把它切成薄薄的 一个薄片 这样子 用那个刀 一刀一刀的下去 这样 推 你看看 这样 慢慢的 一边这样切 如果没有飞水呢 也切不到这么薄 那么注意 切呢 就很好切 你看看 一片一片 一片 这个刀工不错吧 看到吗 你看切成这样子 一片一片 等一下炒了就很好炒了 我们继续把它切完它 你看五发油就处理好了 切得很美 对不对 又有耐心 慢慢的 除非切成这么样子了 那我们清理这个砧板的时候呢 切更肉 所以我们下水这样子 把它用刀刮它一下 它里面的 液菌啊 什么啊 都会去掉 这样做很清洁的 可以长大了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呢 先呢 就是那个锅热了之后呢 就先要放油 加点油下去 然后呢 先把这个五发油爆香它 可以放下去 慢慢的放下去 那为什么先要把这个肉放下去煎呢 因为呢 把它煸香它 它这个肉呢 的味道就会出来了 可以大力的翻炒它 那为什么呢 那个肉啊 要水 还要把它抹干身呢 如果你里面很多生的水 当你爆的时候 那个油呢 就会到处的喷 可能整个手啊 到处都会弹到了 这个就是煮饭的一些小小的敲门 那那个油啊 现在说很香了 看到吗 让它们放大一点 哇 很美啊 很香呢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 就放入蒜片 这个蒜 把一边一边切好了 就不用那个蒜拥 它就会看上去很明昧 再爆香它 慢慢的翻炒它 这个锅很久都没有用 所以它很趋油 所以人呢 也会需要吃一点油的 这个锅真的很久没用 应该买了有十多年了 十八年了 啊 就是最近煮饭呢 才拿出来用 看到它很干很干 因为没有用啊 它的锅呢 也会干掉的 啊 我们爆香之后呢 就会把那个 啊 skalot也爆一下它吧 好 这个 这个华语叫什么 干 干杯 干杯 新鲜的干杯 日本的 在超市买的 好 我们呢 就一人一粒 干杯 也多了一粒啊 因为呢 弟弟喜欢吃 所以给它两粒 干杯 干杯 一下啊 因为它是海鲜类 所以很容易熟的 我们的 主角是什么呢 就是王瓜 那个王瓜很便宜哦 我在那 NPUC 它每天都有做一个 这个王瓜三条 小小小的 才一块钱 所以煮饭煮的好吃呢 或是那个材料 贵 跟便宜 放下之后 我们把王瓜 倒进去 啊 有姜片对吗 啊对啊 姜片也放进去 忘了 啊 为什么放姜呢 姜它有 啊 蔬菜都有寒凉的 所以放姜 它就会中和那个寒凉 一般有些身体比较弱的人 放一两片姜下去煮青菜呢 啊 它对身体都会好 它就会有些人受不了那个寒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小王瓜 所有倒进去 哇 好美啊 很绿 这么一大盘小王瓜 才买了一块钱 这样都不相信 然后我们呢 就会翻炒它 慢慢的翻炒它 可以用腻 用一点腻也可以 你看看呢 这样翻炒翻炒 哇 很美啊 我们呢 就什么都没有加 等一下煮好的时候呢 放点盐就可以了 炒到了差不多 我们再放下那个 自己腌制的 这个蒜萝卜 你看那个蒜萝卜 你看那个蒜萝卜 蒜萝卜 蒜萝卜 蒜萝卜里面呢 有一个 啊 那个辣椒 但是不会很辣的 因为这个辣椒呢 腌过的 它会有到一点中生的味道 我今天呢 连糖都不放 因为健康 那我们如果放一点点糖呢 掉一下味道呢 它呢 就会比较 呃 那个蔬菜的味道啊 就会更香 那我们要放 我一般煮菜 都喜欢放一点酒 放一点米酒呢 它的味道呢 会更加好 那我们这样 倒一点点米酒下去 就这个米酒 拍一下它的瓶 是什么米酒 你看这个在超市买的 白米酒 这个放半个汤匙 从旁边倒进去 那个锅的旁边 慢慢倒 好够了 它呢 就会 肉 跟蔬菜 还有米酒 整个参在一起呢 它就 蔬菜的味道呢 就可以出来了 我们整个 搞到匀汤呢 盖上那个盖 煮它一分钟 不能煮太久 太久蔬菜呢 就不好吃了 弄匀它 弄匀了嘛 均匀了嘛 搞到弄均匀 盖一下它呢 它的味道呢 就会更进去 好 好 我们去拿一个盖 在旁边 可以 OK 盖住 一分钟呢 就可以了 等一下 好 我们打开它看看 哇 香刺 很温 嗯 把它炒 炒均匀 我们今天呢 没有放任何的调味料 然后只是放盐 现在把一只盐加上去 因为这个一大锅 这个 王瓜哈 放多一点点盐 OK 再多一点点 好了 把它整个都 那个盐 跟那个蔬菜呢 炒到均匀 炒到均匀的时候呢 差不多呢 要清淡一点 这样子 好 它有一些 酸萝卜 酸酸的味道 跟 王瓜 肉 所有的味道 都放在一起 所以这一道菜呢 是非常健康 而且开胃的 最后呢 我们就会把那个 红萝卜 倒进去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你一起慢火啊 我看起来你一起慢火啊 我看起来慢火啊 我看起来慢火 我看起来 你看啊 把这个红萝卜 放进去 为什么要放红萝卜呢 因为它绿色 换一些红色呢 就会有颜色 色 香味 就是这样出来的了 好了 我们把它 炒匀它 好可以了 我们关火呢 就把它 装起来 把它装到这个盘里面 哇 很美啊 好 香喷喷的 一道 黄瓜五花肉 炒干杯 还有红萝卜 喜欢我这个视频 多点赞咯 感谢大家 拜拜 明天见